人家说阿嬷阿嬷 我连差不多祖父祖母啊 这个好像说这个天主马祖啊 通通都叫出来 我叫得很惨啊 他们不过他们这个旁边的几位这个上师啊 一看到我在叫 他说哎 师尊是叫真的还是叫假的 开个玩笑 哪有叫假的 我是真的 是真的很痛很痛 脚底按摩真的很痛 尤其他给你抓那个筋的时候啊 那个前面啊 你知道他不只是脚底 脚底用这样子转的啊 他连那个指头跟指头之间啊 两边的肉用这样子磨的怎么样 很痛的 他用很大的力 他本来他有问我说 你是要按轻一点 还是按中普通的 还是按重一点 我当时想 我当时想说 一定按一定要按重一点的 一定是按重一点的 这个大概会比较好啊 比较那个有价 靠鸡蛋啊 连眼泪都流出来 而且那个脚啊 他一按下去 我脚哇 一赶快一缩 在那边折腾了一两个小时 折腾一两个小时 真的是叫唤第一 真的是叫唤第一 哦 我不晓得脚底按摩 哇 很痛啊 很痛啊 很厉害啊 厉害啊 我 我不会在那里听过去 那因为我在痛啊 拼命叫啊 他们就笑 我 但是我看常治 诶 他不叫诶 奇怪 那常治他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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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不叫的诶 一声都没有叫 诶 欸!很奇怪喔! 结果我就下来,我就问长寿 我说,奇怪,你难道不痛吗? 他说,痛!是痛! 我说,你为什么不叫呢? 他就奇怪,他说,他是属于不叫的 长寿他讲说,他属于不叫 不会叫 我跟他讲台湾话 会哀会叫,岛会叫 才有救 不会叫的没有救 真正,你好像是无论怎么样 你会叫的才有救 才有救了 不会叫的没有什么救了 当然一般来讲不会叫,就已经死了 那奇怪,长寿他不叫的 他说是真的也痛 但是他不教 那师尊是属于教的 所以这个一般来讲 像教患第一 很凄惨的 一定是教的 这个八舌第一 我们已经 差不多讲了很多次了 这里还有分尿第一 分尿第一 可以想象得到的 就是 都是分跟尿 组成 那么人呢 真的 我那天不是讲吗 说有一个人在骂人的时候 很喜欢骂说 你吃什么 你吃什么 你吃油的 奇怪 这个 以前啊 这个佛亲佛奇 写这个广东话的时候 这几个上司啊 什么好话他都不教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偏偏教的就是什么 教什么 华西啊 啊 西大便 哈哈哈哈 华西 华西 淹尿 哈哈哈哈 就是讲这个 这个就是讲着法师啊 这个 吃大便啊 法师 喝尿啊 淹尿啊 这个 分尿地 就是这个 人是很怕脏的 我晓得这个人都是 有些人是很怕脏的 但是你表面上 你是 怕脏 但是你心里脏啊 所以照样给你送到分尿地 啊表面上你很干净啊 但是你内心脏啊 既然你内心很脏 就给你送到分尿地 跟脏的在一起 以前啊 我跟大家讲了一个笑话 我们出去测量 真的出去测量的时候啊 在高山野岭里面呢 哪有什么化学设备的厕所 没有的 没有的 我记得我在那小港测量 小港国际机场 小港国际机场是我去测的 那么小港国际机场 高雄小港国际机场的旁边呢 有一个山 就太平 大平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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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飞机要起落嘛 机场要起落的时候啊 要附近的山啊 头你都要把它测出来 它的等高线 你都要测出来 让真正啊 这个飞机起落的时候 有一个标准的高度 它起落的时候 不要去碰到山 我住在大平顶 印象很深 那一年啊 这个中秋节 8月15 刮台风 哇 刮台风 刚好8月15 刮台风 那很大的一个台风 我那时候在山顶上测量 那里的厕所 已经是很好了啦 用那个 好像说那 嘴味啊 那个主尾 主尾是那个嘴味啊 跟那个 那个草啊 跟那个茅草啊 什么草围起来 四四方方 上面是空的 上面是空的 那个门打开啊 我们平时 我们只要一上厕所 一出来 那些那个测量官呢 他就会讲 哎你去哪里啊 你不用讲 去哪里 大家闻到你身体味道 你穿那个阿兵哥的服装 一进去里面蹲一下子一出来 马上衣服上都有味道 很臭的 那个厕所的味道嘛 你带到带到办公室来啊 或者画图的间一进来 人家就知道你上厕所 那个味道就带出来了 所以上厕所很辛苦 那个味道不好 而且啊 在山顶上的那个厕所 都是很那个呢 挖一个洞 旁边稍微做一个基础 那里面都是一堆一堆的那些东西 而且白白的 还有很多白色的在里面爬转啊 这样在那边转啊 这个真的是足臭的区域啊 那个足臭 那般粪坑里面这样子在转 那味道从底下往上冲 还有一点 我不是跟大家讲吗 尤其是傍晚啊 或者晚上的时候 你去上厕所 你只要稍微蹲久一点 你屁股都是 都被蚊子钉 所以你一边上厕所 一边手呀 啪 啪 要打 要打蚊子 不但要打蚊子啊 你屁股还要抬 抬上 要左右移啊 好像上厕所 还要尖跳牛牛虎 要尖跳牛牛虎 因为蚊子嘛 那个没有什么卫生的 蚊子很多啊 周围树林的蚊子 全部集中在那边 等着你 你一上厕所 它就是他们吃饭的时间 蚊子 一的是丁那探 南七探 丁那探 都是他们吃饭的时间 你一上厕所 要动作快一点 免得啊